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今天的节目继续关注傅小田女士,凤凰卫视主持人和秦刚先生,中国外交部长,中国国务委员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可以听到看到,吕秋露威女士,凤凰卫视之前非常著名的女主持人,透过明镜追击,对目前流传甚广的她和傅小田女士之间交集的传闻的正式回应 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根据西方媒体所释放的信息,中国外交要重回正轨,或者换一个说法 中国外交部有新的外交部长,或者是秦刚作为中国外交部部长回归,但是这种可能性现在开始越来越小了 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首先来看一看秦刚长时间的隐身消失,从6月25日到上传这一则视频时候的北京时间7月21日 已经对中国外交造成了显然的负面的冲击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7月21日下午,中国外交部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 首先可以看一个小视频 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好,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祝大家周末愉快 7月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翻了白眼的毛宁女士,就这样看上去有一些轻盈的走了,去过她的周末了 7月21日下午,这一场例行记者会,现在来看是创了多项记录的 提问的记者非常的少,只有两位记者,一位是路透社的记者,一位是环球时报的记者 两个人一共是提了四个问题,路透社记者一个人就提了三个问题 第二点,整个记者会,因为提问的人非常的少,时间是持续了五分钟 比7月20日下午,例行记者会上还短了三分钟 7月20日是有记者问了秦刚的下落,路透社的一位女记者 7月21日,路透社的这位男记者是没有提关于秦刚的问题 中国的例行记者会,其实像很多国家的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是一样的 不设定时间的限制 只要有记者提问,发言人就要做出回答 尽管他的回答未必让当时提问的记者感到满意 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的历史上 2011年年初是出现了,因为有西方媒体的记者去北京街头的采访 结果被相关的人员有接问,有推导在地这样的比较极端的情况发生 所以在当时的一场例行记者会上 西方媒体是连环发问,在强调这个事情有没有人来负责 有没有人来做出解释 当时的新闻发言人也是疲于应对反复提醒记者不要问同样的问题 他显示的就是西方媒体对于当时 北京街头这一幕,不堪的一幕,非常的愤怒 那一场例行的记者会,时间也是以小时来计 所以现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在眼下,海外的媒体,西方的媒体 普遍对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去哪儿了这个话题 非常的感兴趣 但是因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给不到明确的说法 而且过往给到的关于健康出问题的说法 是起伏不定的,是变化的 所以现在借着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时间已经是以分钟来计 而且已经是越来越短了 所以哪怕只是从这么微小的细节来看 中国的外交啊,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尴尬 甚至是非常的不堪 用这样的词语来概括 应该是恰当的,某种程度上来说 秦刚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负资产 中国近期,中共高层的外事活动 很多在记者会上 西方媒体的记者都没有太多的兴趣去问,去提 7月21日,中国官方媒体提的比较多的外交新闻 就是马昭旭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 享受所谓政部级待遇的常务副部长 就出席了金砖国家外长线上特别会议 马昭旭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 其实在6月25日秦刚消失以后 参加的外事的活动是比较的多 不过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发布的信息 主要的还是一些副外长 包括7月21日当天 他也是同亚美尼亚的副外长举行了磋商 这几天,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以及稍微晚一点 习近平又见到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央视新闻报道的口播稿件 以及文字稿件 是没有提马昭旭的名字 不过根据央媒发布的现场的视频 马昭旭其实是坐在王毅的左手边 所以总的来看也是有识无名 所以7月21日这一次 是金砖国家外长线上特别会议 国家比较的多 所以马昭旭的出席是引来了特别的关注 在中国外交部的官网上 马昭旭7月21日的这一次的活动 是放在了外交部新闻这一个紫菜单之下 没有放在外交部长紫菜单之下 所以尽未分明 当然了西方媒体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分析 或者说所谓的预测 如果说秦刚最后是回不来的话 作为中国外交部部长非常有力的竞争人选 那显然就是马昭旭 在这里可以快速的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就是这一位马小伟先生 中国卫健委的主任 也是一位正部级的官员 在过往大半年超过六个月的时间 他绝大多数时候是处于隐身的状态 媒体尤其是香港媒体指 他是身体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么身体再怎么不好 在5月12日的时候 他还是以视频方式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 第六次卫生部长会议 再向外界发出一些安抚的信号 就是说至少人看上去 经济审确实还是不错 同时也没有犯所谓的政治错误 这个位置 卫健委主任仍然是他的 当然了比较总是欠妥当的 因为一个是正部级的官员 一个是副国级的官员 一个因为中国的新官易控饱受批评 一个看上去是风度翩翩 试图向好 但是透过这样的比较 他似乎显示的就是一个 有分量的官员 能够时不时的冒个炮 总还是好事 他同时也显示 中国外交部部长这个职位 是有多么的敏感 有多么的重要 有多么的欠意法而动全身 估计马晓伟先生 内心也是投着乐 缺席了这么多的重要的场合 缺席了这么久的时间 其实呢 舆论厂对他没有太多 关注的意愿和兴趣 接下去来看一看 傅小田女士的最新的情况 包括吕秋陆薇女士 所做的回应 不过在最新的回应之前 稍微做一个快速的汇总 就是现在根据 在中国大陆的一位工作人员 过往十几年 是在香港生活和工作 她所写的一篇 关于傅小姐的文章 所透露的情况 以及华尔街论坛 披露的相关的消息 在傅小田身后的两位干爹 一位是黎亮先生 普遍被认为是中国国务院前总理 李鹏之女李小玲的面首 男情人 那么傅小田和黎亮 也是情人关系 黎亮对傅小田 有经济上的大力度的支持 另外一位干爹 那现在是指向了比较长时间 主管中国港澳事务的张小明先生 傅小田能够在凤凰卫视脱颖而出 能够快速的获得一些好的机遇和平台 深厚 就是因为有张小明的支持 在傅小田女士 所谓干爹的这些说法之中 有一个事情其实被提的比较的多 明镜追击 透过凤凰卫视的职员那里 所了解到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提到 傅小田2012年结束了驻英国记者站的工作 回到了凤凰卫视香港总部 在那里两年之后 2014年 他是得到了一个很宝贵的机会 成为了凤凰卫视精心打造的 高端政要访谈节目 风云对话的主持人 而当时普遍被认为 最有能力 最有资格获得风云对话主持人 这一机会的是 吕秋露威女士 而傅小田凭借着身后的政伤关系 或者所谓干爹的支持了 他最后胜出 关于这个说法 其实有必要一提的 就是过往曾经在凤凰卫视工作过的 一些知名的媒体人 对外也有提及 只不过有一些直接一些 有一些委婉一点 明镜追击专门就联系了 吕秋露威博士 目前是香港金辉大学新闻系的副教授 副系主任 吕秋露威女士就做了回应 他就表示 风云对话是中文台节目 而我一直在资讯台 所以不了解运作 我在2012年已经开始申请美国博士 只不过申请了三次 2015年才被录取 所以和外界传说的 因为节目的理由毫无关系 而是因为眼见报道空间缩窄 所以决定离开 转换轨迹 明镜追击也特别向 吕秋露威女士请教了 如何来看待中国外交部长 隐身消失所引发的一连串的议论 包括中国官方的因应 他怎么看 他能否分享专业人士的意见 吕秋露威回答是 至于外长消失 我已经不在新闻前线很久 没有足够信息渠道 也不是我的研究范畴 所以无法提供意见 在这里要多说几句 非常感谢吕秋露威女士 作为资深的媒体人 作为资深的专业人士 所做的回复 现在的情况 其实大家也明白 不只是说存在于油管之上 就是说故事的人 其实呢 不知道太多的故事 知道故事的人呢 又不太愿意来说故事 为了突破这样的一个怪圈 明镜追击其实是做了一些的努力 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去采访 去寻找蛛丝马迹 去寻找一些直接的线索 然后把所得到的一些线索 一些事实进行比对 进行交叉印证 基于这个基础之上 再做一些所谓的分析 所谓的判断 或者是请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人士 来做一些专业的分析 这条路很难走啊 不好走啊 所以还是有请朋友们多来支持 接下去言归正传 再来谈一谈傅小田 捐多少才能留个名呢 其实这真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真的不是数字的问题 真的不是数字问题 其实都是数字的 现在剑桥有三个中国人的名字 留在那里 谁 徐志摩 金庸 还有傅小田 厉害啊 所以吕秋 陆薇女士 是澄清了 或者说介绍了 围绕着风云对话 主持人的一些外界的传说 但是总的来看 傅小田女士 是被认为 她的富裕的程度 富数的程度 是远远超过了 她在凤凰卫视的 薪资的水平 所以 实际平台上的说法 炫富是要付出代价的 付出的代价 不只是她 个人 傅小田曾经就读的 建桥大学 丘吉尔学院 在本周 稍早时候 是独家回应了 民进追击的咨询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找回节目 来看一看 在回应之中 丘吉尔学院的院长 一把手 就特别强调 傅小田 是以个人名义 做了一些捐献 给到学院 但是他没有提供 这些捐献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或者换言之 到底是捐了多少 真金白银 这位一把手 还特别就强调 我们是持续的 关切 傅小田的安康 同时也希望 他和他的孩子 安全 安好 其实透过节目下方的 一些评论 能够看到 丘吉尔学院的 这个回答 是没有办法 让普通人 或者说 让关切 傅小田 事件的人士 感到满意的 包括 丘吉尔学院 或者说 建桥大学 对于捐款人 他的资金的来源 财富的来源 是不是有审核 捐款人 比如说傅小田 对于他的资金来源 财富的来源 是不是有口头 或者书面的书名 目前都不得而知 下去就来关注秦刚了 秦刚去哪了呢 现在根据华尔街 论坛的说法 中纪委已经对秦刚 是展开了调查 不过有必要补充一点的 就是根据中纪委 官方投诉举报的网站 他们是不接受 对副国级官员的 举报和投诉的 顶格是省部级的政治 所以换一个说法 如果说中纪委 对秦刚展开了调查 显然就是经过了 中共中央的批准 然后中纪委 有专门的行动 才能够展开 关于这样的流程 其实可以参照 2012年上半年 当时中共中央 对于薄熙来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薄熙来 不再兼任 重庆市委书记 常委及委员职务 以及停止薄熙来 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职务 根据官方发布的通稿 都是由中共中央决定的 当然中共中央是怎么决定的 根据纽约时报 稍早之前披露的信息 是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的 这一班人马开会 在会议上做讨论 做决定 所以理论上来讲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开了一次会议 当然在开会之前 是听取了一些 已经退下来的中共老同志 老干部的意见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所以对于秦刚 他是位居副国级的官员 理论上来看 也是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 做出决定 然后中纪委去执行 对他调查 明镜追击 此前做了一个梳理 过往五年 就显示在今年2023年7月中旬 第一周 习近平的公开亮相的活动 比过往五年都明显的减少 所以不排除 中共中央已经举行了一次 常务委员会的会议 来谈 来议 金刚的事情 金刚之所以被查 明镜追击此前报道中多次提起 是因为他和傅小田油染 然后官方在调查傅小田的过程之中 可以说是拔出萝卜 带出泥 在明镜追击上一周 7月14日的报道之中 其实也特别提及 根据凤凰卫视职员的说法 凤凰卫视在香港的一位中高阶管理人员 在内部的沟通中 介绍或者说证实 傅小田和金刚油染 有孩子 应该是真实的 而另外一位中国大陆的学者 也表示他所了解的情况 金刚突然消失 与他和傅小田发生了两性关系 是有联系的 就这几天情况来说 中国大陆社交平台 社交群组 可以看到关于金刚的消息 关于金刚和傅小田的 关系的各种说法 各种版本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而且是越传越广 越传越悬 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其实现在方方面面的看法 已经是越来越统一了 这个是中共最高层的 所谓舆论的脱名 或者是信息的脱名 就是因为 秦刚啊 是副国级的官员 其实也是因为他在担任 中国外交部李宾斯司长期间 得到了习近平的好感认可 所以他从副部级到正部级 花了大概是四年的时间 从正部级的官员到副国级 大概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 为了避免一位副国级的官员被调查 然后官宣他出了问题 这样的消息引发中国大陆的震荡 为了避免这种震荡 会冲击到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为了避免这种形象的被冲击 进而又影响到习近平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他的所谓的威望也好 领袖的权威也罢 所以中共现在某种程度上 是默许相关的信息 在社交平台上的广泛的流传 这有点像类似中国二十大之前 江泽民祝寿的照片 突然在平台上 各个平台上流传 那么紧接着中国二十大上 江泽民没有出现 再紧接着就传来他事实的消息 当时舆论场上有一些猜想 说这样的照片突然流传出来 意味着中共有所谓的内斗 意味着习近平很有可能 在中国二十大上难以过关 其实回头来看 这样的照片的流传 也是脱明避免江泽民 他的身体出了状况 他的死亡会造成一种所谓的震荡 这样的逻辑 现在看上去也是越来越适用于 秦刚事件或者说傅小天事件 此外还有一点是很值得关注的 就是在七月二十一日 七月二十日 不少西方媒体就特别提到 欧盟最高外交官伯雷尔 有一些也翻译成为伯雷利 他的中国执行已经是推迟了两次 外界一般认为 他在中国行过程之中 是要和秦刚作为中国外交部的部长 是要碰头的 那么最新的说法就显示 伯雷利他的中国行 应该是要到了秋天才会进行 才会到中国到北京 那也有些媒体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预计是十月份才会访问中国 所以透过这样的消息 这个消息某种意义上也能够理解成为一种脱明 只不过它扩散或者是发挥效应的途径不同 因为时间的商定毫无疑问 是伯雷利要和中方来商量 中方是给到了他相关的信息 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从西方媒体披露的这个时间线来看 那他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 要到秋天 要到十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外交部的正常的运作 才有可能完全恢复 如果按照西方媒体披露的这个时间线 那这个流程的发展下来 对秦刚的处理相关结果的公布 相关人士的调整 那整个时间比外界预计的要久不少 包括前面提到的江泽民祝寿的照片 突然流传开来 大概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半个月左右 等于是十几天二十天来进行所谓的脱明 再到秦刚的这一次 这样长久的一个处理 当然目前是一个设想 如果果然要拖到九月份十月份的话 那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 信誉对于中国外交的冲击 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共产党的不少的做法 对信息的处理的办法 其实很大程度上像一个地下党的做法 中国共产党要处理一位党内高阶的官员 所谓副国级的官员 这也不是一党之私 因为客观来说 中国共产党目前就是中国的执政党 它是有信息披露的义务 现在可以说一位副国级官员消失快四周 快一个月了 已经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丑闻 用西方重量级的一些媒体的说法 当北京遭受热浪袭击时 中国精英和外国大使挤在使馆花园和客厅里交流 有关秦先生的各种说法 这样的假想这样的描写 客观说也是非常的形象 同样的用这篇文章的一句话来说 这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模样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 打赏 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